教夫随仆人进了大厅 只见厅内富丽堂皇 席间摆着各种山珍海味 席上坐着的似乎都是达官贵人 坐在首席上的一位是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 容貌轻取 举止端庄 严肃 一望便知 是个养尊处优的享福人 哎我的天哪 这简直是一座乐园 这儿比帝王的宫殿还要华丽呀 善良大方的老爷 谢谢您让我进来 愿真主保佑您 这位客人 请坐这里吧 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请随便享用吧 谢谢您 仁慈的老爷 啊 志天发誓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多谢您的款待 你喜欢吃就好 愿你事事如意 大吉大利 多谢您的款待 你叫什么名字 是做什么的 我叫辛波达 是靠搬运户口的 这可真有趣 没想到你竟然和我同名同姓 我是个航海家 也叫辛波达 啊 真的吗 能和您同名同姓 真是在下的荣幸 这或许就是我们的缘分吧 我听见你在门口吟诗 于是就让仆人请你进来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再听一遍你吟的那首诗 航海家老爷 我是因为疲劳 劳苦 穷困 这才寡怜 贤耻 胡言乱语 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求您原谅 饶恕我 别把那些话放在心上吧 现在你成为我的弟兄手足了 不必害羞 尽管赢吧 你在门前赢的那首诗 我听了倒觉得十分有趣呢 啊 既然您想听 那我就吟唱给您 请您不要笑话我才是 人世间有多少可怜人 没有立足的地方 只能寄人篱下 偷享鱼印 老天掌握着人们的命运 他们有的舒适清闲 有的享乐幸运 有的像我一样 终日劳碌 卑贱 教父 你要知道 我曾经有段离奇古怪的经历 是什么经历呢 啊 我能活得今日这个地位 并不容易 因为我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从千辛万难 惊险困苦的奋斗中得来的 我在航海旅行中 每次遭遇到的危险 都是惊心动魄 别人想象不到的 总而言之 一切都是生前注定了的 生前注定的事 是无法逃避的 从前 辛伯达的家里很有钱 可是辛伯达的父亲 很早便离开了人世 辛伯达拿着父亲留下的巨额财产 结交了许多酒肉朋友 过着灰金如土的生活 来 朋友们 为了我们能有今天这样舒服的日子 干杯 干杯 老妈妈 有什么好的下酒菜 尽管给我们端上来 我有的事情 哇 不愧是大富豪的儿子 是啊 重要出手就是阔绰呀 是啊 这算什么 这一袋金币 对我们家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等到后来辛伯达恍然觉悟 却为时已晚 他发现自己的情况 早已轻飞昔比 这可是有钱人来的地方 辛伯达 既然你现在没钱了 就自觉一点 赶紧走吧 就是 一个穷小子也想进来玩了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可不是救济所 枉我昔日多次款待你们 你们现在竟然如此对我 想当年我有钱的时候是多么风光 可现在 我陷于绝境 还不如死了的好 不 我不能死 更不能颓废下去 圣人苏莱曼曾经说过 三件事比其他的三件较好 死日比生日好 活狗比死尸好 坟墓比穷空好 是的 人活着就要奋斗 我要为我的人生而奋斗 我再也不回来这种地方了 新伯达振作起来了 他将剩余的家具房产全部拍卖后 便拿着 获得的三千金币到远方去经营生意 他和其他的商人一起乘船出发 有一天路过一个小岛 我们可真是个好地方 想不到海上的生活如此快乐有趣 这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我以前真是无知 喂 喂 行不得 一起来捡护柴 那会儿尝尝我们带来的美食 是啊 好啊 他们这简直就是在免费旅游嘛 一点不像经商的样子 大法师 你很羡慕他们呀 哪有 我只是担心他们的安全而已 在荒岛上随便生活很容易出事的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我刚才只是随便说说 怎么这荒岛真的要出事了 商人们 为了安全起见 你们赶快上船来吧 为了保全生命 你们扔掉手中的物品 立刻回到船上来吧 你们要知道 这不是岛 而是飘在水上的一尾大鱼 什么 大鱼 是啊 因为他长期飘在水上 身上堆满沙土 所以长出草木 形成了岛屿的样子 现在商人们在他身上生火煮饭 他感到热气 已经冻起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这可不得了了 他一沉下海底 商人们会被淹死的 不要在意那些东西了 扔掉它们 赶快上船来吧 救命啊 船长 船长 等等我呀 这下我肯定要葬身渔妇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新波达在海中任凭风吹浪打 整整漂流了一天一夜 那么新波达如何才能获救呢 他还能回到家乡吗 更多离奇故事 在下一集等待着你